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俊講這些講那些 繼續張遠亭導演 有謝夫跟我們拍檔 因為這個大黑粉絲 應該有很多你想知道的內幕 我特地搶會長的位置坐在那裡 難得導演在那裡 抽這些童話上一集講到 我們有很多都沒聽過 但這套戲成功之後 你跟羅啟銳的導演或者韻石 是否從此一片光明呢? 不是從此的 你上一套好下一套就OK 到下一套不好 然後再下一套就不OK 即是You are as good as your last film 即是你是一套的 你好真是一套 在這個抽天的童話之後 之後你們那個戲是八兩金嗎? 不是 七小福 是 七小福 給羅啟銳他的dream拍了 即是拍完七小福才到八兩金 是的 我們當然有很多曾經訪問過 你們兩位的訪問 我們都知道你們的分工 即是他主力就多數做編劇 監製 你做導演為主 但有時候他做導演 你們也說過大家相敬如斌 即是你做導演 我現場就不出聲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是 你可以出聲 但是最後決定都是導演 這個是我們讀電影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未來電影 新希望的 每個人都好像太過威武了 大家知道導演就是那個最後四 即是說你們大家可以全部有意見都可以 但是你們說完就等導演決定 七小福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還記得這套戲是金馬獎拿了獎之後 回來香港才上畫 其中例如劉小偉 我可不可以出雜誌 劉小偉是新人 是新人 還找他和我們一起做個 好像七小福的半邊面譜 就是我當時有半邊的雜誌 就是just for fun 那時候開始認識你們兩位 是否因為七小福有了洪金寶幫忙做演員 於是八兩金才找他做主角呢? 是呀是呀 因為初初洪金寶很兇猛 是呀 其實我們很害怕他 大過大 他大過大 但是這個七小福就一定要找他 是呀 因為他做師傅是沒有別的 不作單人想 我們震騰騰騰去見他 不用 是呀很害怕 他不笑你嚇死人 去到那裡我是監製 於是我負責問他這樣那樣 那我就問他大哥 那你究竟呢 大哥大的 你究竟是我們 即我以為我要說片酬 我說我們這個budget就很小 就不知道你的片酬就多 不用跟我說 你叫老闆跟我們老闆說 即他是邵氏 我們屬於邵氏 他是家和 其實從來兩個不會合作 是呀 只有這一套 完了都不合作 是 但這一套就是半個半個 那拍戲過程 拍戲的時候呢 我就很害怕他 但我又是因為監製 我就負責給通告 於是我就不敢跟他說話 於是離遠就看到他有空 於是我就寫了一張紙紙說 親愛的大哥大 明天請於九時政到達現場 張遠亭上 然後就 馬上遞給他 不是 我不敢遞給他 我叫制片遞給他 遞給他 為什麼才看到在那邊那個他 就是媒體一看到他就死了 那我就很驚嚇 究竟來不來呢 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那我就不敢再問了 他翌日真的有來 後來我跟他熟了之後 就問回他 他說 你們這些東西 怎麼寫字給我 我說 劇本都是別人讀給我聽的 你為什麼要寫字給我 我說 那以後不要寫字給他 但就熟了之後 知道他的外貌很兇惡 內心善良 是呀 我們認識的大哥 但是還有很有義氣 和很幫得人的 真的 所以是不是都是那個 邵氏老闆和家王老闆 於是就找他來拍《八兩金》 《八兩金》好像不是邵氏 《八兩金》好像不是邵氏 《八兩金》是德寶的戲 是嗎 不是 是是岑建芬自己開作單 偏導製作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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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拍《八兩金》 《八兩金》 《八兩金》就順勢 做智障的嘛 低低地的嘛 大哥的演技 無可置疑 張艾嘉又怎樣找他呢 張艾嘉又覺得他做戲很好 因為他要有些鋪鋪鋪的嘛 我打算台灣和大陸 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或者有些 他會抓到那種氣質 好啦 跟著呢 你說要報《嘉和》想問你們 我想問 宋家王朝 即是宋家三姐妹 是不是嘉和的 是啊 而且嘉和和和日本合作 另外是吳思遠做監製的 我記得是 是啊 這個戲呢 你一定不記得了 我其實去過北京探班的 哦 不記得了 宋家三姐妹 我去過北京探班的 你們 即是我們在拍室內的雜誌 是啊 在北京西站 你們住在那邊的嘛 是啊 我去探學班的 黃樂泰做攝影的 是啊 黃樂泰還經常說 哎呀 Mabel 都快到時間了 還在那裡 很慢條私理 你一點都不心急 你管不管制片 催你啊 攝影啊 快到時間了 還是你我行我素 我不滿意 就要求到好為止呢 我那時候是這樣的 是嗎 因為我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導演是要搞到他 碰到那樣東西 才可以 拍的 是 我就沒有想過 budget 沒有想過時間 所以就 over budget 是啊 宋舊王朝 但是因為這樣 我就知道原來人 over budget 是有後果的 哈哈 我的美期就沒有得出了 是啊 沒有得出美期 從此之後 我知道 我不可以任性地做完我的事情 就是 那製片 他收了一些片 我說沒有了 你沒有得拍 不讓你再拍 他不讓我拍 但是假裝自己沒有片 但是我都繼續拍 都可以 我都不知為什麼 你去找一些片 回來 我不管 那時候是很任性的 但是宋家王朝另外一個要面對 就是 都是大牌明星 是啊 楊子晴 這個 張曼玉 還有姜文 姜文 烏棍 因為我們 看Mabel的導演 就是 我不管你 我都是 少女心 我都是很 總之就是 很純情 我要這樣 但是 其實電影界很多 很多老奸巨劃的 明星都很狡猾的 那你是 怎樣 吃著那些人 我沒有吃著他們 我不覺得他們很狡猾 就是 大家出來一起 想做好一件事 就是 你用一個這樣的心 他都會用這樣的心 是 他為什麼要吃著我 我又怎樣吃著他 大家有些交流 有些演員要吃著 有些演員要吃著 導演甚至要放機位 都要聽我說 不過 沒有 連姜文都沒有 姜文是很好的 他就會有些提議 是 他在現場 我記得他有一個 當然我真的很崇拜他 每天去到現場 我看到姜文我就暈了 然後他拍了一場 他死 他死了 他沒有事要做 他就躺在那裡死 他就是Charlie Song 他那場死了 就是 你死有什麼可以唱戲 沒有了 躺在那裡 最多死得比較自然 然後他就 但是有一個action 他會起床 他用最後的餘力 就起床 叫做工人拿了一個白紙皮 是他預備了給張曼玉做一個嫁妝 宋慶寧 其實他很疼他的 不過已經是 他預備了一個嫁妝 是想著有一天 或者他們和解 他就送給他 但是已經是太遲了 所以他只可以拿得起那張白紙皮 那張白紙皮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是很差的一個道具 就有一些線 這樣 勾出來 勾出來 他就突然想到 絕世好巧 他說導演 這個皮 弄了幾條線出來 我就不如 跟他劈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些線 我就逐條逐條 拔掉了 用這個態度 我就可以看到我多麼疼他 我是真的把他做到 即我不可以忍受一絲的缺陷 我要把所有的線都撕掉 我說你真是太厲害了 於是我就馬上叫黃岳泰 弄個丁騎仔 去打光了那些線 這樣就很亮 那些線都很亮 他就用他最厲害的演技 和最後的餘力 一條線一條線就撕 於是全場就被他搶光了那場戲 就是這樣 最有型就是那個 最有感人就是那裡 有關於姜文 我當然都很清楚 我和他都屬於老友 是不是 宋家王朝之後 我就想知道 後來拍《玻璃之城》 《玻璃之城》 就是我們早兩集跟你聊天 其實是回到你的人生成長過程 大學生活 有《舒奇》有《黎明》 我作為《舒奇》當時的經理人 我也知道《恩氣結緣》 《舒奇》《黎明》後來就有很多新聞出來 我想問一問 你是見證的 這部電影之前已經在一起了 是誰啊 《黎明》《舒奇》 那不是 是這部電影 當然不是 我沒有說過是這部電影 一個導演一個經理人 什麼時候輪到他們說話 我就是想問 我覺得是這部電影 不是 他們完全不認識 是因為這部電影 完全不認識 這部電影真的沒有理由 拍完沒有理由 他們不認識到什麼程序 就是不認識到 黎明就說OK 我就找《舒奇》 那舒奇來到 我就這樣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黎明都肯做了 我以為他很高興 我說這部電影 就是黎明做男主角了 這樣他就說OK 他跟你都應該可以合作 那他就說 那你有沒有問過我 我喜不喜歡跟黎明合作呢 那我說很聰明 真的太聰明了 我覺得我就這樣更欣賞 因為當時其實 他是喜歡張學友多一點的 是嗎 是啊 我是經理人 我們有時候都會知道 張學友 張學友當然不可以做黎明的角色 不夠英俊 他其實是想張學友嗎 原來 不是 他說如果是四大天王 他喜歡張學友 你知道嗎 但是拍戲 我沒有跟到去英國的 你們在英國拍了一輪 但是回到來 就是春風滿面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到 就是玻璃之城的時候 在英國怎樣呢 英國兩個本來住不同的酒店 黎明的酒店當然是漂亮一點 舒淇那時候新人就住民旺間 是啊 你就黑薄一點 對著他差一點 不是黑薄 是這樣的 我們住的房間還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黎明每一次都說自己的酒店太黑了 就要去隔離那間 舒淇那間酒店去化妝 這個是我只知道這麼多 那麼多 後面的劉伯 我們上場 上場空間 看一部電影 因為這些都是往事來的 人家一旦又嫁了 如果那個人又娶了 是吧 但是他真的很配合 就是在戲裡面 是 他那些火花 很厲害 但是因為可以開始 他們不認識 其實我就叫他們兩個出去 自己相識一下 就是很痛 就是我叫他們 你們這麼三寶 原來是導演 導演下了老鳳 去互相溝通 對 是真的要這樣的 不是怎樣 很生愛 因為那些男女主角有沒有火花 我們是提得出的 提得出 是吧 有些親熱鏡頭 是真心親熱 還是假親熱 我們都知道 假是不行的 你是眼神 已經出賣了你的 對 所以我們周圍看都知道 誰在心裡想什麼 哈哈 但是波利芝成 屬不屬於你滿意的 其中一個作品呢 哎呀 我每個作品都很荒遺憾 我覺得 都不要問我了 其實如果問我看回 我一定有很多東西 可以 覺得自己可以更好 是的 這個回答就等於 人們問我 你最滿意哪套戲 我說沒有 就是電影就是 遺憾的藝術 通常都是可以再拍就更好 這樣 下圖下圖 但是你喜歡到舒淇 後來在北京拍 北京下雨路 他怎麼像那些 搖棍的惡手 我覺得他什麼都像 我只是喜歡他 你還要把他弄成紅色頭髮 我的頭髮真的很厲害 我的假髮還在我家裡 是的 那是彩色的 但是 你對於你成長 香港背景 五、六十年代 當然你和羅啟銳 就是遼如指掌 但是去到北京拍下雨路 是不是你們的科 那個就不是我的科 但是因為我 宋家王辭 好時候我在北京留了一年 因為我要上訴 那個 宋嬸 結尾咳了我十八分鐘 我是死都不肯 我就在那裡死了 死了 死了 然後早上要去那裡等 晚上我通常請自己吃大餐 吃完大餐 我就很高興自己去聽音樂 去聽音樂 我看到這些北京搖棍實在太帥了 那時候的黑豹 唐朝 紫藥 那些 於是我就很崇敬 於是我就決定拍他們 但是我又不熟悉他們 於是我跟了他們一年多兩年去 豆維有沒有在那裡 豆維沒有了 那時候已經很高貴了 沒有了 已經不再住那個樹村了 那跟了他們一年 對 然後就寫下他們說的那些 因為他們說粗口 當然 但是他的粗口是不同人家的 他自己作的 那些粗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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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酸堅果 那些 那些 我寫下了一本寶 叫北京搖棍粗口 是 出版校 是 真的很努力地寫 那 我做了一年多兩年的 research 才拍的 嗯 其中一個男主角呢 又跟我有些淵源 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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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出來 但是其實他不是搖滾人 但是他真的很努力 他知道他要mime哪一首歌呢 他每天開車 他真的每天就在那裡唱 就是開了一個 cassette 在那裡聽 就在那裡苦練 所以你覺得他mime的第一場 已經像到無論了 是 北京落雨路之後呢 其實香港電影很多人就開始北上 就是不同 你拍《宋家王朝》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在大陸拍戲 那時候沒有人北上 不過我因為要送《宋家王朝》 真的要在北京拍 是啊 在上面 但是北京落雨路之後 應該是2000年之後 就開始陸續一些人就北上了 但是我還記得 當時你和羅啟銳 就做了一樣東西 就是和這個電影頻道 做了一個電影之歌 是啊 musical來的很厲害 我很快樂 因為其實我是喜歡musical 我又在紐約那些 你在英國、紐約全部都去看這些 是啊 還有我也是學過musical的 我又唱歌的自己 電影之歌你要多謝我 為什麼呢 因為電影之歌是在那一年的 香港電影金像獎 就是我和電影頻道 我們唱的主題曲 我們搬來香港 直接有一個電影之歌的電影頻道 整套在香港電影金像獎裡演出的 那時候我在做主席 還唱的主題曲 現在很紅了 主題曲 《吸電影人的情書》 是啊 現在被人唱紅了 是啊 是啊 當時那個氣氛大家都很融洽 等於北京那些奧運選手來香港 就很快就派了 是啊 所以那幾年 我找一些范冰冰 李冰冰 他們來頒獎 大家都沒有意義 不和現在都起了槓 所以 因為剛剛的電影一百 誕生一百週年 所以我就說 和電影頻道轉播我們金像獎 就把你們兩位的電影之歌 照搬來金像獎 那這些這樣的中港融合 我相信 現在都很難了 現在都很難了 我們連中港台的研討會都沒有了 現在努力爭取 搞啊搞啊 在大陸的生活 除了做電影之歌 你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幫成龍大哥 是不是幫他拍了紀錄片 那個是 是啊 不過就 不僅是大陸的 因為其實最初就是 他爸爸說 我有些秘密要告訴你 我又要早些說 我三長兩短 又說不及給你聽 那成龍就說 喂喂喂 你幫我拍 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他生的 又不知道 是不是撿回來 阿房先生 一開始就是去澳洲拍的 是啊 因為他爸爸住在澳洲 澳洲做廚師的 他那時候不用做廚師 以前是 以前是 因為我看你的電影 看到的 以前是 他還住在澳洲 拉隊 你知道嗎 那時候拍紀錄片 現在就很容易 如果像以前那樣 我拍不到 級十九歲 是請黃岳泰拿個 35米離機去澳洲拍 很厲害 很厲害 像拍大電影一樣 黃岳泰還要打燈 郭陽元 35米離機 放在那裡 你知道黃岳泰 是不是也有很多燈 這樣 很厲害 很貴的 因為有和成龍爸爸的紀錄片 所以後來就衍生了一套 叫做《三成記》 是啊 因為我和他爸爸後來做了朋友 他講了很多故事給我聽 即是我爸爸的年代 他們那些 走難了 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共內戰 還要走來香港 那種韌力 我是很敬佩的 那種年代的華人飄泊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輩子都很飄泊 你不說全人類都飄泊 我們就不用大戰 但是我們又移民 又移回來 一旦又移到上海 一旦又移到北京 又北京移回來 現在又不招衛允 我們那些不要移民 我們那些工作需要四周去的 有時候 初初九七之前 很多人都移民 我有三分二的朋友都移了 那時候 現在應該四分三的朋友都移了 又是這樣 你覺得我們很飄泊 毛巾 那樣東西是否成為 你下一部戲的題材 在醞釀的題材 會不會呢 我聽到戲也有這樣的題材 是 移民三部曲已經很飄泊 沒錯 我們今集和Mabel 我們聽到一些未聽過的玻璃之城 宋家王朝 我們還要多留一集 我想說歲月神偷 休息一會 第四集 仍然隔壁留著張遠亭在這裏 如果你們喜歡 希望你們訂閱、推介、分享、留言 是這樣的 謝謝 謝謝 是的 謝謝